欢迎收看追焦2.0 我是高文英 今天我们要讲混打 一届正在混打当中 未来混打有没有一个组合 您会如何来做选择 很多的研究 说这个AZ混打的好处 可以增抗体 例如说AZ加BNT 还有AZ加莫德纳的比较 有医师讲 他说AZ加高端效果更好 注意是说高端可以考虑 当成第三剂 另外今天这位名医 他是帕金森氏症的权威 有一个个案是说50多岁 男性他40岁的时候发病了 可是当时他以为 就是50接纳去找部件科 后来才是帕金森氏症确诊 术后是大幅改善 到底深层脑部刺激数 究竟是什么 另外我们知道清冠一号 但现在的Delta来势汹汹 有没有更新的提升免疫的版本 加上心仪跟穿穹 这个是清冠一号的升级版 介绍今天的名医群 首先介绍北医神经内科主任 叶篤学主任你好 文英好 大家好 宫卫教授 祝年峰医师 主任好 大家好 中信医学教授 翁清松老师 文英好 大家好 议员林佳丽 佳丽杰 文英好 大家好 物理师老师 黄卫群 文英好 大家好 资深医药记者 红素卿 文英好 大家好 我刚问佳丽姐说 佳丽姐 你是40岁才开始被定型演妈妈吗 她说不是 来 您告诉大家 我28岁就开始演妈妈了 28岁演妈妈 那个时候很怕被定型 那时候很委屈啊 超委屈的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戏来 因为其实演的那时候都是传记式的人物 都是从年轻演到老 对 那很快速的就从妈妈演成奶奶了 所以你已经演到奶奶的角色 对 我这几年都阿祖了 没有了 真的 但因为我这几年有回春 因为我吃素以后有动灵有回春 这个很棒 锁定这一集她会讲 她到底怎么办到的 回到阿姨跟妈妈的 真的 因为林佳丽就是一个实力派的演员 一笔子演员 金钟奖的常客 28岁演妈妈 我看过你很多的报道 然后说其实你 其实一度是没有办法开口叫妈妈 那时候心里很受伤啊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还很小的时候 因为年纪轻 那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听障人士 那时候刚进入小学的阶段 有同学 那你看到别人的妈妈来叫 来叫孩子都是 比如说文英来来来 妈妈带什么来给你 但是我妈妈来是站在外面 你就会觉得 觉得很丢脸 你就觉得说 我妈妈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就会很刻意 回避这件事情 我看到那天报道很心疼 然后就 林佳丽你好棒哦 然后真的看到 在电视上的表现 回忆妈妈就是说 在08年的时候 妈妈是无预警的昏倒 后来送医确诊说是脑干中风 那时候开刀抢救之后 昏迷三个月 清醒之后的症状 症状是有一边是没有力气的 势力模糊吞咽困难 很积极的复健 可是像以北荣来讲 他有研究就是说 脑中风突变的基因是 他发病的风险高出11倍 如果说有家族食的话 更危险 会不会有担心有家族食 我觉得我妈妈应该是 本来就有高血压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 我不晓得她有没有天天吃药 因为我长期都在北部 我也没有办法盯着她说 你有没有吃药 她常常会说她头晕 她头会晕 走路可能会没力 膝盖会没有力气 但是没有刻意去注视说 她可能就是有机会 得到中风的征兆 那我外公的确是中风 很早就中风 而且笑心感动天了 其实手语您太谦虚 你手语很强 今天有戴这个爱心口罩 是跟爸爸之前爱的对话 其实这个是因为 爱的语言 普公英的那个 听语的一个社团 然后她特地寄给我 我现在带上 好哦 很有趣 很多听笋听障 她是靠读唇语 但是因为我们戴了口罩之后 你看很多听语老师在比 她就是这样比 但是你看不到她的嘴巴的时候 你不晓得她要讲什么 所以他们就很用心的 可以帮我试一下 所以她中间是 透明的 吃饱了吗 对 爸爸您吃饱了吗 对 真的呀 对 我觉得你吃饱了 你早上去做环保 这是家力跟爸爸的对话 爸爸您吃饱了吗 对 您早上去做环保了吗 对 你要记得 这个一定要带 然后洗手要记得 哇 谢谢林家力 哇 我们真的是看到她的另外一面 感动天 而且你跟爸爸也打疫苗了 对 我们都打了 就年纪到了就要打了 这个病毒变种真的是太快了 素琴你看 光是这个变异株这么多 包含日本国民女神 她也确诊 是 都有些人担心说 如果再这样变种下去 他们发现 如果希腊致母这个不够用 该怎么办 真的 你看 那但是我们民众担心的不是不够用 而是说如果变种病毒 持续在变种的话 我们现在打的两剂疫苗 到底够不够用 因为陆续大家发现 境外回来很多都突破性感染 之前有医师 机师也是打了两剂之后 就有Delta病毒感染 所以大家现在第一个担心的就是 打两剂到底有没有办法 去一 保护我们足够 第二 就是变种病毒挡得住吗 可是大家看 其实不止变种病毒来 你看像美国 美国因为Delta最近在疫情非常严重 甚至连欧盟都开始限缩 美国人去那边旅游 那Delta病毒在当地 因为他们疫苗接种 真的在某些州的情况不是那么好 所以在当地真的造成一波新的疫情 甚至连CNN之前都报道 他们最近这些南部都 再度传出他们这个医疗氧气 不够用的情况 他们说以前 他们厂商种氧气来的时候 大概装9分满 通常用到33 4分 就会让他谈去补了 可是现在因为不够用 厂商都用到快到底了才来补充 而且有时候重新补回来还不够多 甚至他就发现说 这一群都没有打疫苗的人 他们感染这个Delta病毒 他们肺部整个感染 侵蚀的情况非常严重 所以非常需要氧气的情况下 等于两头 一方面病患多 需要氧气的情况多 一方面氧气率严重不足 所以非常的严重 其实不只是美国 在日本也出现这样的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 日本最近连年轻人 都非常的积极想打疫苗 整个排队在大街上 等着打疫苗 可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打不及来不及 你看他36岁的国民女生 林赖瑶 日前也传出他确诊 他其实8月20号 因为快塞的情况 他就去发烧 他去快塞 反而是阴性 没想到到21号PCR 就阴性之后 26号抗原阳性出现 这个当中 他不是没有症状 大家想说36岁国民女生 应该身体健康状况还不错 有可能是无症状 结果不是 他当时也有一些 开始有一点喘 呼吸困难 而且去到医院的时候 就发现有一些肺部白痕 显然他肺部 也是有受到感染的情况 所以大家才会想说 到底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两剂打完 变异株一株一株又一株 从Delta到Delta Plus 现在大家担心CE2 又担心这个新的病毒 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真的把这个病毒挡住 大家现在心里都有点变数 好 我们来看混打 其实教授我们知道说 现在一届在混打了 混打的延期有这么多 我们先来讲这个研究 告诉大家什么 AZ加BNT AZ加AZ的比较 好 那原先我们大概都是 只有AZ打AZ 因为大概大家都是说从一而终 你原先开始打AZ的 那我们第二剂也打AZ 可是后来因为发现 后来有一些觉得效果不好 或者AZ补充不足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些 AZ跟BNT的打法 可是你可以看到 用AZ跟BNT打起来之后 它的抗体的效价可以更高 比用AZ跟AZ两剂AZ 那这也是为什么说 最近一直都在5月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变异株出来了之后 用原始的打得可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在原始的AZ跟BNT 是比较好的 那这都没有问题 英国的也是AZ BNT 那特别是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很多 像南非的变异株 像巴西的变异株 那这个时候也是混打的 会比原来的单纯打AZ AZ的来的效果比较好 所以这也就是慢慢变成 就是说大家都想要来做混打的情形 那一样 AZ因为本来是BNT比较多 那后来先有出来的一样 类似MRNA一样的疫苗 所以莫德纳 大家也就来试试看 AZ跟莫德纳这个混的时候 会不会也比AZ好 结果果不其然 你可以看在AZ打的时候 如果你打AZ跟莫德纳的时候 它的抗体的效价也是比较高 特别是你可以看对南非 因为这些都是比较 突变的比较多 而且在那个地方 那个疫苗不是供应那么好的地方 他们就打了AZ跟莫德纳 那效果也是比AZ打 副作用的比较 不一定的每个人都有副作用 我们会上警语 那周医师有时候混打的副作用 有高低风险 这是高投资报酬值的 您也说 这个投资风险大 可是它的获利也是大的 一个是副作用比较 一个是如何混打 这要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做参考 未来可以混打的话 你的选择有这么多的攻势 对 我现在大家先讲一下 因为如果你同时打两剂疫苗的话 你第一剂已经习惯了 大部分像AZ第二剂就是比较轻的 那当然也有人说莫德纳第二剂打的 会比较不舒服一点 像局部的疼痛比较不舒服 全身无力倦怠 或者是发烧会比较严重 但是因为为什么大家要混打 就是因为怕打同样的疫苗之后 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所以大家打完了 像我们如果用一个 我们讲的AZ这样混莫德纳的话 或是混BNT的话 它一般的副作用 就是讲哪些一般的副作用 可能像发热感 或是发冷Cheers 或肌肉酸痛 或是头痛 或是无力 倦怠无力 它事实上是比AZ AZ来得强一点点 多一个十几% 或二十几% 但是因为大家考量的是什么 是因为我希望有更好的免疫力 防疫力 所以这件也就是说 大家为什么觉得说 即便有一些肉体上的不舒服 但是我在追求防疫力的更好 所以就是说投资了一些 混打的风险之后 投资风险之后 那我可以获得更好的保障 或者是免疫力 这个公式就出来了 对 因为AZ 因为它一直都是在 刚开始的第一剂 所以后来也有研究说 如果你先打mRNA的疫苗 如果再打AZ的话 其实效果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后来的建议 一定都是大部分的AZ打第一剂 然后mRNA的打第二剂 第二剂 对 当作混打的 我们把时间轴列出来了 何时会追加到第三剂 首先这个要先讲 就是说第一剂跟第二剂 AZ是满12周 莫德纳满4周 高端满4周 BNT是满3周 那假设说我爸妈妈 他是在8月到11月打第二剂 那他们是不是第三剂 有可能是落在这里 明年4到7月 当然我们为什么要打第三剂 一定是因为疫情的变化了 或者是又有大流行出来 或是突变出来 要不然本来我们在做研究实验的时候 大概希望大概打第二剂就OK了 但是也没想到第二剂打完了之后 这个Delta变种出来了 防御力就低了 然后现在低到差不多到6个月之后 那个效果都很差了 到8个月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原来的效果只剩原来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所以原来在打满这个两剂的时候 现在8月13号 世界卫生组织就特别开了一个会说 到底我们要不要打第三剂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 那个秘书长谈得在说 我们这些富有的国家不要太过分 很多贫穷的国家都还没打第一剂 但是因为每个国家一定先保护自己的国民 所以他们在8月13号做了一个研究之后就发现 不管BNT 不管莫德纳 他们大概都在6到8个月的时候 打第三剂的时候 它那个效价 抗体的效价不但超过原来两剂 还超过更多 超过更多 对 所以就也逼得大家 大家一看到这个数据 因为数据一出来之后 一翻两剂前 所以很多国家就开始追加打第三剂 像以色列 美国 欧盟的国家 就开始要打第三剂 所以你看 这个是第三剂混打组合的建议 前两剂已经混打着AZ加莫德纳 BNT是说建议是第三剂 因为我们第三剂一定还是不会打原来的AZ 所以势必还是想办法打MRNA的疫苗 或者是打Johnson的疫苗 所以美国在NIH他们也很好玩 美国疫苗这么丰富 他们在6月也开始做一些混打的这些实验 比如说原来是BNT的BNT 他说是不是要试试看莫德纳 然后Johnson打一剂也来打 那AZ的他们也可以 所以混打的不管怎么样 大概是MRNA都是摆在第三剂来做混打的 这个是前两剂以混打者 另外整理出来是前两剂未混打者 是AZ AZ加莫德纳 或BNT一定是MRNA 所以你可以看原来你是打AZ AZ的 后面第三剂一定是混这个MRNA的 那你原来是MRNA的 那你没办法 那你还是选 只是不同牌子或同一个牌子的MRNA 就像刚才讲的BNT BNT或莫德纳 也可以选第三剂还是在莫德纳 也或选第三剂的是BNT这样的 这个是高端加高端加AZ 然后莫德纳 这个就是比较 这个是可能只有我们在台湾 其实台湾 台湾既然打了高端 其实我们就应该称这个优势 主场优势 应该把这些所有打高端的 来看看它第六个月的效价是在多少 要不要再混打一些 我们像国外的这些疫苗 看看它 你也可以混打第三剂高端 因为高端它自己也做了研究 它在200多天的时候 打第三剂的话 它的效价也是比原来的高 但是你也可以试试看 不同的这个疫苗 其实这个其实在台湾最好 因为这是我们的主场优势 所以可以打试试 试试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Delta的症状是两痛一水 什么痛 头痛 咽喉痛 流鼻水跟打喷嚏 我们知道清冠1号 今天教授告诉大家说 Delta来势汹汹 这个叫做清冠1号的升级版 它是针对Delta来提升免疫 首先要特别讲 这个是处方签 所以它不是预防用药 它不是预防先拿来保健 不是 对不对 对 这个是中医师处方的 有些人因为看了媒体报导 就自己去抓药 结果拉肚子 千万不要 它这个药比较寒性一点 必须要有一些发烧 一些病毒感染的一些症状 才能够使用 那么中医师会临床 在做一些加减 但是现在Delta病毒 它的症状又不一样了 它比较多的是流鼻水 打喷嚏 那么这个是流感 或者是先前的新冠病毒 是所没有的 或者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这个药里面 就必须要做加减 我们会增加心理跟穿穷 这两个来解决流鼻水 打喷嚏的问题 另外里面比较寒性的药 我们必须要再着量的减轻 所以原本这个是清冠一号 这个清冠一号 再加上这两个 它就是升级版 它可以抗Delta的处方签 强调是处方签 那么这个是抗Delta病毒的 保养方 意思是我们可以拿来保养 这个在先前 我们在节目里面有介绍过 但是现在我们刚刚讲的 又有流鼻水打喷嚏的症状 所以我们要加上心理跟穿穷 把这两个东西 同样 这边也有 这里也有 对 可是这里是可以当保养方来喝的 可以的 它的煮法就是700cc的水 慢火煮半个小时 熬成500cc 那今天要讲的 这个叫做提升免疫的食疗法 我们有很多民众都还没打疫苗 那当然有些人会害怕疫苗的一些副作用 所以如何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来抗病毒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几个药材来对于提升免疫力是很有帮助的 比如说黄磁这个在很多的医学报道里面 期刊里面都有做这个研究 那么红草 甘草 枸杞 这个对我们五脏六腑的调养提升免疫力 这个是相当有帮助的 我们可以直接熬水来喝 或者是说你用熬的汤来煮菜 或者是这些药材的分量 我们来煮鱼 或者是要煮一只鸡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药材再加倍来煮鸡 我想在平常的保养方面是很有帮助的 手无力还有膝盖无力跟头晕 竟然是脑中风上升 最近有一个名医他讲 他说他心里感到非常的饿晚 为什么 因为他的妈妈当时是手无力膝盖无力 结果隔天是中风送急诊 他自己是医师 他没有及时发现妈妈中风的情况 所以他现在是懊悔不已 主任告诉大家 这个个案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性 事实上这个五十岁个案 他本身也没有常见的中风的病史 像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脂 然后糖尿病这些 那本身身体健康状况也不错 那但是他就是在大概一段时间之前 就是因为咳嗽咳得蛮厉害的 然后就有一天就开始 觉得走路不稳 走路不稳然后就带到去 然后就会有一些这个头晕的现象 那就带到急诊 那结果呢 当然就找个骗子看看是不是是有什么问题 那就发现他的这个血管 其实是有一些问题在 那后来其实发现他 其实他是颈动脉的玻璃造成的 那原因可能是因为他那个咳嗽咳太厉害之后 造成他血管壁 血管壁的这个玻璃这样 所以造成他的血管的阻塞 所以主任提醒你是说 平时我们要做颈部的超音波检查 好马上有请佳莉他今天是最佳的model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血管壁 可以转过来看就可以看到他这个血管 变成一个长条形 血管在哪个部分指出来让我们看 一个下水道 对像一个像一个我们的系统盒一样 所以两个亮亮中间那个黑的就是管 那一条长长的黑 对这个就是 那这个就是血管壁 我们可以把这个影像可以写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血流 看起来是畅通的 畅通的 畅通的 林嘉丽没有问题 好看 这是漂亮的吗 漂亮的吗 对 可以看一下血流的讯号 这相当健康的这个血流讯号 好棒 这个就是 美好的声音 接下来这段影片主任 她是一个82岁的女性 有高血压病史 她的超音波就是有问题的 来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为什么她的超音波是哪里出现问题 跟刚刚健康的家里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看她那个血流 血流的这个速度会变得比较快 然后血流比较快的话 就是代表她那个有一些狭窄的状况 然后其实还可以量测一下 她的血管壁 不过这个影像 目前我没有把它量测出来 大概是有大概30%左右 到40%的狭窄 所以研究发现这个颈动脉 假设有斑块的话 其他血管的狭窄率也是多三倍 另外这个病人他还有做了这个我们的磁症噪音 可以看到他其实他的这个右边的这个中脑动脉 还有他的前大脑动脉 这两条其实都非常的细 跟这边比起来其实差蛮多的 所以这个病患后来我们影像做起来 他就是一个在那个右边的这个前大脑动脉 这个区域的这个一个耿塞性的中风 那造成他的左边的这个手脚比较没有力气 这样子 好 谢谢主任的说明 我请翁教授提供一道房子 这叫天麻扎食茶 这个是保健房 我们可以用这个天麻 这个是天麻 它就是天麻 那山扎 这个是食仓谱 还有甘草 其实中药有它的现代的药理作用 比如说天麻的它可以降血压 疏通血脉 然后促进那个脑血管的循环 那山扎的也可以降血压 它可以降胆固醇 那它可以防止这个心血管疾病 那像食仓谱 它可以镇静我们的中枢神经 可以达到舒缓的一个效果 那像甘草它不是好吃而已 甘草它可以提升免疫力 调和猪药 那再来它是也可以舒缓神经血管 那个紧绷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些组合对于 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中风的高危险族群 是很有帮助的 好 马上来看刮沙 治疗师是随队治疗师 当时跆拳道选手 都是经过你的一些调整 恢复体力上战场 这个个案是家庭主妇 她长期头昏 她觉得气血卡胸椎 你说吊虎离山剂 气流引导通气血 什么是吊虎离山剂 60岁的女性血压偏高 长期的头痛 然后她要挂急诊 警察都没问题啊 吊虎离山剂的方式刮沙 其实那个虎啊 就是我们的血流 那有的时候我们血流 就是太往上冲的时候 你会觉得头太舒服 那那个山就是那个部位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血流 掉离那个部位的话 我们通常会透过 其他的肌肉的方式 把它先引导下来 然后再把它顺刮下来 然后前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透过的是 胸大肌的引导 然后就可以让它 头部本来很昏 那后来它就会降下来 会比较舒服 你接下来要教的这个是 高血压头晕 吊虎离山剂的缓解刮沙吧 它是后上背后颈跟前胸 是的 人体model人就交给您了 好 那我们一开始 先把油涂上去的时候呢 它要有一点点油量油量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 它在涂油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办法涂得很足够 那如果没有很足够的话 你就会变成 一直摩擦它的表皮 那一直摩擦它的表皮 摩擦久了 它就会容易纤维化 所以有些人就会说 不要一直刮沙啦 那个会纤维化啦 这样会不好啦 但是其实不对 其实是因为是器具的关系 接下来你可以准备 家里的刮沙盘 我们采用的是指扣握的方式 就是大拇指跟食指 放在后面 其他指头呢 就把它放在前面 这样子会比较稳定 不要用捏的 扣住就好了 我们等一下呢 一般来讲 我们在刮上背的时候 会先头先刮 而这个时候 它的老虎已经在它的大脑这边了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把它引导下来 所以我们会先透过脊椎胸椎先往下刮 哇 才两下就红 对 我们要先让它呢 稍微刮到红红的 红红的它其实就是红血球 然后这个沙其实也是 所以当它红的时候代表说 我原本这只老虎在这个地方 我这边呢 帮它组了一个巢穴 红红的地方就要 诶 赶快下来 赶快下来 所以它的血流会先往这边冲 因为刮沙它会增加该局部 四倍的血流 中间刮完之后 接下来刮两侧宿级级 那我们一样把它刮到红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看哦 我这样子刮下去 你会发现这边容易红 这边比较不容易红 所以代表说它这边的血流 其实不是很好 那你就可以想说 假设它是一个高血压 它有可能从这边堵住的关系 所以它血流一直下不来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 再做一下加强 两边都刮完之后 接下来才是动它的脖子 所以我们先从上背开始 然后往它的脖子刮 三下就红 对 因为我们器具的关系 所以千万不要 就是拿那种太厚的话 如果你要刮到这样 会比较久一点点 那我们就是轻轻的往下顺刮 两侧顺刮之后 旁边 这边也可以稍微帮它处理一下 因为很多人 它因为这个叫做上斜方肌 上斜方肌 如果说它太过于紧绷 有些人它就往头部这边去 头痛 对 所以接下来 如果说它真的一开始倒下来 血流下来 血压可能是安全的 接下来就是开始舒缓 它不适的症状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往下顺刮 这边的话 往旁边刮到尖峰 那如果说有在做重训 或者是长期背重物 抱小孩 刮到这边会有一点痛 那这个是正常的 像它这边就会有一点点出杀点 这边是我们的尖峰索五关节 诶 真的 对 对 所以它身材不下 所以有在重训 所以这边难免会有一点点杀 后面刮完了之后 这边已经倒下了 对 可是我们头部也有后面供应啊 也有前面供应啊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往前侧 发展 最后才是前侧 对 最后才是前侧 因为它通常在脏的时候 一定要先从后面开始 因为比较快 那我们这边要刮的话呢 是柴 这是我们两侧的胸大肌 因为这边的肌肉 它的血细圈很好 所以它把它血流倒下来一样 老虎又要下山 这次的山头呢 是我们的胸大肌 原来如此 胸大肌呢 我们要从内而外去刮 所有脊椎 一律都是由内到外 刮到这边的时候 一定要过尖峰 过尖峰 对 一定要过尖峰 然后这边呢 会开始往我们的二头肌开始跑 所以这边也是大肌肉 这边要过尖峰 哇 我听到骨头的声音 是要那个力道哦 应该是还可以 因为它算是蛮精实的 那那个声音 应该是这个锁骨 锁骨本来就是皮比较薄 但还好 可是我们在刮的时候 就是要轻轻的顺刮 你看左右两边 一边有刮 一边没刮那个对比 对 但是你要记得 油一定要涂到 有点油量会比较好 然后这边刮完之后 接下来才是正中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 model小哥 他的身上 其实在这边是比较平的 对 这边比较平 但比较说 他在这边的筋膜 虽然有重讯 可是他这边其实是 一直勒住他 对 那如果这边比较平呢 他会容易 有时候 就是有点喘的感觉 但是可能去做检查 哎又没有事 因为毕竟他很年轻嘛 那这个时候 这边刮完之后 我们再刮这里 这边你可能会有一点痛 因为他这边是很紧绷的 因为他这边是很紧绷的 所以在紧绷的地方 我们在刮的时候 通则不通 痛则不通 所以这边会稍微痛一点点 而且他的沙 怎么断断续续 一下有好像不是一条线的 那个感觉 因为他中间 有些地方会有点卡卡的 然后有些地方 他可能本身血流就很旺盛 所以像我们这边中间有 你会发现他比较平的地方 他的血流就会 不是那么的顺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他可以接受的腾痛的范围 其实应该是还可以接受 我们就这样子往下顺刮 这样子就可以了 如果是发金圣圣的闭换 他会越做越消 因为血流的关系 那这个结结之后就会消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BNT BNT现在已经到货了 来朱教授 如果说BNT 他带来的些微的副作用 再一次强调 副作用并不是人人都有 可是最大的就是心肌炎跟心包炎 他的中文说明书上面 甚至都有警语 心肌炎跟心包炎的症状 是持续性的胸痛 呼吸急促或者是心悸 如果有这样的症状 就要立刻来就医 所以心肌炎是病毒感染 对 没错 这个心肌炎不是病毒感染 是因为他打了疫苗之后 疫苗诱发的一些心肌炎 或心包膜炎 那其实在刚开始这个mRNA的疫苗 刚开始做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个副作用 一直是打了 打了几百万剂的之后 在美国可以看到很多 特别是美国的年轻的一些年轻人 像军人 他们打了之后 发现有一些个案 会开始出现喘的情形 闷的情形 心跳加速的情形 他们在做了一些心脏擦坡 或一些其他检查说 奇怪怎么都发生了心肌炎的情形 大概都在二十几岁到五十岁 在打了第二季的 第五天之后到第二个礼拜之间 这个合并症的副作用 比其他的这样 我们说局部的疼痛 发烧是比较稍微严重的 这个橘色这个是莫德达 然后蓝色这个是BNT 对 所以你可以看 这些副作用很多 你看最底下那个最多 是注射数疼痛 这个很多很多 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心肌炎 大概二十万 大概有两个到五个 大概有十万个到一个 不一定 他有十万个到一个 或者一百万到三个到五个 都有这个报告 所以这时候才引起大家的注意说 原来打了这个 这个mRNA的这个疫苗 COVID的这个mRNA疫苗 它也会造成一些心脏的副作用 所以他们特别列出来 那又特别对年轻人 要特别注意的这件事情 我们请肃清告诉大家 但是不用恐慌 也就是一名路性作家 打完疫苗之后促使 他的时间轴是在8月23号 接种疫苗 8月24号 失去呼吸心跳 送医不治 解剖则是主动脉 剥离合并 心包甜塞 所以外界就有一些观察 这个50多岁的男性 那他在8月23号 接种疫苗之后呢 事实上他可能据说啦 他的好友 就是新闻人在讲说 他其实在真正8月24号之前 他有什么样的症状 他觉得下背很痛 就他开始觉得 下背持续的疼痛 可是呢他可能觉得说 是不是可能忍一忍过去就好了 没有想到没有过去就好了 是后来发现了 他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而且送医不治 那因为他刚好紧接 在打疫苗之后出现 所以就被通报为 疫苗之后的不良事件 可是不良事件 要今天解剖才能确定嘛 就到底是不是 真的疫苗引起的 所以后来8月26号 这时候解剖的报告出来 就发现 原来他当时发生了一个事件 就是他有主动卖剥离 而且他合并了心包填塞 这个时候 疫情指挥中心有提到说 当他发生心包填塞的时候 他的血压会突然降得很低 所以很可能血压突然降低 造成一些新兴性的休克 因此造成猝死 其实不只是这个疫苗之后的 不良事件 平常的民众也有可能 在某些状况下出现这个症状 比如说之前南投有一个肺癌的病患 他临床的症状是这样 他突然间血压开始降低 整个人觉得呼吸急促 非常的疲惫 然后他运气很好 因为他赶快去就医了 这时候超音波检查就发现 他有大量的心包膜肌液 但你肌液肌的满满 他心脏动不起来 所以他当然觉得很喘 他很受不了 运气好的情况下 就直接帮他做一个心包膜穿刺 帮他引流之后 让他的血压心跳回到正常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高风险族群 不论是不是打疫苗 出现这些像突然间的血压降低 呼吸急促 疲惫 甚至他像非常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不论是胸痛 下背痛 真的都应该赶快去找医生诊断一下 好 这个是提醒 来今天带了模型 注意事告诉大家 什么是主动脉剥离 并心包膜填塞 我想我里面一个很简单的 心脏的模型 跟大家看 可以一些左心房 左心室 右心房 右心室 其实心包膜 它就是包在一个心脏上 让心脏不要说 你不要每动一下 就跟别人碰一下 就好像我们有穿一件衣服一样 把心脏包着 让它有一些的保护作用 那心包膜跟心脏中间 它有一个叫我们的心包膜的 这个枪室 那正常的 大概不会有很多水 可能一点点三五细细 在超音波上面也看不到 十细细之内 也大概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当你这个心包膜之间 它慢慢慢慢累积了一些的 那个液体之后 它就会开始造成一些 压迫到右心房右心室 让你的血回不了心 像这个主动脉剥离 它是一个很急性的反应 所以这个也是造成 我们很可能会猝死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 在紧急处理的话 它就可能会猝死的 一个原因之一 以为是五十肩 结果确诊是 帕金森视症 全会叶赌学主任 以生脑刺激术来抢救 主任这个个案是 您来讲解 他是四十岁发病 很年轻 他那时候右手就会抖 他的右肩常常僵硬 大家可能说 这五十肩 可能到复健科去治疗 他是辗转就医 才确诊是他金森的 那个时候他接受的就是 这个脑部深层治疗 因为他其实 除了这个症状以外 可以看到他其实有普克脸 然后有动作会变慢 然后有明显的僵硬 然后有颤抖 所以就安排了一个影像检查 可以看到在图的旁边 有一个多巴胺转运体影像 可以看到正常 他在那个我们的脑的深部 有两个红红的那个 好像这个花生的 那个是基底核的地方 所以这个影像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他这个确实 这个病患他的多巴胺 是分泌不够的 您今天特别把模型带来 我们让官媒有仔细看 到底深脑刺激素是什么 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是如何进行 所以这个话我们就是 除了药以外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深脑刺激素 就是在我们这个脑部 头盖骨上打一个小洞 那放一根非常细的这个电极 那放到他的这个 我们的基底核的地方 特别是四丘下核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利用这个微量 非常微量的电刺激 然后就可以达到改善 他巴胺转症状的这个程度 好我们来看 如何来做检测 这个非常重要 也就是巴金森 手指操的自我检测 主任也就是说 请观众朋友 自己回想一下 你的手曾经在 休息放松的时候 出现战斗的症状吗 或是不把小会常常跌倒吗 你的音频出现改变 变的是单调 小声或者是沙哑吗 这是一张自我检测表 可是现在您可以做的 也就是说 右手伸直 手指打开 怎么做 大家其实可以打开这样做 当张到最大 然后很快的做25下 如果是巴金森症症的病患 它会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最后就粘住 最后就粘住 它没有办法做得很顺畅 我想再做都做得很好 25下是吧 对 25下 看它会不会越做 如果会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照粘住 同宿亲状况非常好 治疗室状况 加力更是没有问题 教授别讲了 两位教授 所以如果说 发现自己越做越小 大概是那个幅度多小 有时候甚至会粘住 根本就没办法打开 对 所以假设速度改变 动作变慢 停顿或打不开 开盒大小改变 请尽快到神经内科 或者是动作障碍科 纠正 好马上我们要来看刮痧 怎么刮呢 打完疫苗之后 来治疗师有请 这一般来讲的话 像打完可能会有点疲倦 然后可能开始有点头昏 或者是有点夯夯热热的 那一般如果说要除油的话 我们都是先从后颈开始 那我们刚刚示范的是 因为它掉谷底山 那高起来的话 我们会是从上背 可是一般来说 要从后颈开始 接下来要顺到我们的上背的地方 透过我们素肌肌 然后接下来才是前胸 而前胸在这个胸骨的地方 它下面是胸腺 所以它其实也是 管我们免疫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可以透过这样血流的增加 去刺激它 然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我要先看一段画面 是你自己打完疫苗 那个时候你妈妈是吗 是 你妈妈帮你跟弟弟刮 那妈妈她刮痧的这个手法是什么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先从后颈开始 然后接下来刮到上背的地方 就是一样 我们要先把我们热散出来 然后让它血液是畅通的 因为滚石不生胎 所以你一旦是畅通的情况之下 滚石不生胎 其实就会 对 就身体的免疫力就会比较好 所以素肌不会被刮成这样 现在素肌要被示范的是另外一种 对 打完疫苗的刮法 对对对 不会像刚刚那个影片的吗 不会不会 那我们现在要示范的是 例如说我们打完疫苗 像素肌肌之前 好像中了一大包 对 然后到目前 刚刚我们有确 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小小的圆球 那其实我们在打针的时候 它毕竟是一个外在的刺激 所以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 有时候它还是会形成一个 伤疤组织在这边 或者说这边的代谢不合法 它一样会形成一个结结这样 所以我们一样呢 可以上一点刮沙油 一样涂到有点油亮油亮 但是不要滴下来 这样是最好的 那我们因为这个部位比较小 所以我们这边使用的 你可以用小一点酱油碟 那我们这边使用的是 大众款刮沙盘 酱油碟 对酱油碟 其实很好用 那一样是材质扣握的方式 那您可以帮我稍微的手插腰 对很好 那这个地方是 我们当时都打三角肌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是刮 是三角肌的地方 我们等一下还是由上到下 往下刮 那如果说你平常打针的地方 如果有一个结 应该在这里 对对 会有会痛 因为它就是有一个结结这样的地方 那有结结的地方代表说 它血弦没有很好 所以再一次的通则不通 痛则不通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帮它做一个顺刮往下 那因为对身体来讲 它这边就是有一个 好像受伤的感觉 所以我们有伤的地方 一定会有沙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会出一点点的红沙 我们等一下可以请文音姐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很明显 我一样力道 有没有看到它这边出来 对 因为身体的伤沙会知道 这一块 对 就在这个地方 超红 如果说不能这样 这样形容词不太好 就是跟其他部位比 它这一块是 很明显 对对对对 它是直接出沙 对 那我们再补一点油 这边如果出沙的话 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结结 我会解你 直接刮到有点红 这叫红沙 红沙出来之后 一样再次掉虎第三支机 要把这个虎掉到旁边 旁边是谁 就是其他的三角肌 跟三头或者是二头肌的地方 那它就会从这个地方 就散开来了 很多人说这样子打疫苗可以刮吗 因为很多人都说不能揉 我说对因为不能揉 所以弯道用很烤 所以很难事 就各种 反正那天打完疫苗 反正是在上面睡觉 睡一睡我妈说 对对 烤刷 然后就开始刮了 其实我一直很想问主医师 人家说打针立方不能揉 那它是用烤的 它用刮OK 我们说第一天刚打完的时候 最好不要 因为不要揉 会怕一些其他反应 过了第二天之后 因为它是肌肉注射 有一些吸收吸收完了 但因为还会有一些痠痛 那这时候再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像我打了很多天之后 还有一丸一丸的 对 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稍微 用一些物理治疗的方式来做缓解 这样才会比较好 对 来 自由师 这边已经刮完了 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 有没有 红红的出砂点 真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往旁边刮 所以它这个地方会自己散开 因为血流的关系 那这个结结之后就会消了 我本人是真的很喜欢林佳莉 在俗女养成器里面 客串那个发型师一角 发型师是你从小的志愿吗 就喜欢拿剪刀 就是看到美髮师这样剪 好像很厉害 你就会学着这样子 所以小佳莉 在片中的那一刀 真的是 第一刀是真的它的本法 对 就是它竖起来的减洽 那是本法 那后来的那个造型是假法 好有趣 这个是幕后花絮 幕后花絮 你在面对你的工作压力的时候 曾经一叶法白 怎么回事 对啊 你就觉得一叶白法 好像是那种成语 但是真的是有时候 就是拍到情绪很重的戏 那因为太入戏 然后可能每天都哭 哭 然后悲伤 然后第二天你就发现 我的头发怎么是 一根一根白的 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我就发现真的是 演员的那个是职业灾害 就是情绪上面的控制 所以后来我渐渐也告诉自己说 不能一直演悲伤戏 一定要跳脱的街 而且家里说我也不怕讲 说我就是更年期 我早跟 但是你靠这个东西来缓解 我还好后来就是 刚好开始素食之后 我就发现 好像在那个早跟的状态当中 并没有受到更年期 人家说瞬间发热 什么不舒服 我好像就默默就度过那段时期了 没有任何的症状的感觉 所以你归功是在 蔬食这件事 我自己觉得是蔬食的功能 你看像这个古物界的红宝石 对 红梨炒饭 那我都觉得说 吃菜 吃素很多 我们早期的老人家 就是都是 一碗稀饭配一个豆腐乳 或是吃酱瓜 那就完全超级不健康 那我觉得就是要 现在的蔬食 特别在疫情期间 摄取蛋白质很重要 那我又吃素 我不可能去吃淡奶 而我去年开始 就连淡奶都没有吃的状态之下 我就要必须从豆类 极其制品当中 去摄取它的蛋白质 所以我就 每天反正疫情当中也没事 就每天做菜 做很多不一样的蔬食 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觉得这样就是可以 跟大家讲说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但是都可以摄取到蛋白质 所以温医师 嘉丽他是有步骤 他知道我吃素 所以我如何来把这个蛋白质 让它变得更好 来把它补回来 你怎么看 中医讲那个色黑入肾 那么肾 中医讲的肾 其实包含肾上腺 刚刚我们讲肾上腺 腺脂荷尔蒙 还要包含性腺 这个性荷尔蒙 那么所以这三个黑的东西 包括核桃人 这个是会入肾的 是帮助肾 来调节我们的荷尔蒙 这些激素 所以三黑的做法 这样吃下来应该对于我们的白发 是有帮助的 并不是说它黑来染 我们头发变黑 这个不是了 好 另外一个是核手屋鸡汤 那么这个核手屋 其实在我们的七宝美染单里面 就有用核手屋 那么这个核手屋五片 那么再加上其他药材 来蹲鸡 如果我们嫌这些药材 很麻烦的话 其实比如说我们 平常可以喝黑豆浆 加上芝麻 或者是伤肾 伤肾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核心越强酸痛的问题 越少 所以今天教两招 先教两招 第一个叫 氏族的跪姿 但是大人做得会比较难一点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 脚有点踩地 然后把我们膝盖微微抬起来 所以小朋友开始爬之后 大人我们就一样往前爬 来 开始 对 但是它的难处是在于说 你还一直hold住 那这边要打平 然后可以再往后退 对 这是第一个动作 胸膛 因为它膝盖是没脚地的嘛 对 所以很难啊 对 它核心要很用力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太难了 下一个就叫死虫 然后死虫呢 预备置是 把脚抬起来之后 手先这样子 那比较简单呢 手可以交替上下 对 很好 然后再换另外一边 那如果说它比较难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对策同时 对 那如果说太难的话 那我们的脚 好 我们换边 脚下去的时候 不要太低 然后就可以回来 这样就可以了 长辈也可以做 主要是下背痛的话 它绿好核心这一块是可以缓解 是 没错 好 另外就叫双人 双人组合 对 抗力深蹲 是的 第一个 我们把双手交叠在一起 然后保持手伸直的距离 然后往下的时候就屁股往下做 做一个深蹲 然后手打开 然后起来 然后再一次往下 然后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一组重复做个十下 那这样其实都可以在等餐的时候 就可以运动到 长辈要多做预防肌少症 没错 就是把大腿的肌力练出来 一拍即合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样子做完之后 如果说要再更进阶点 然后上下肢跟犬身都有的话 那我们一样一个 腿体身的姿势 然后先拍 然后合起来 就把脚合起来 然后像我说体力不好 好 合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再往后 然后往后之后呢 再换另外一只手 然后之后再把它合起来 然后之后再往后 然后就可以重复 然后可以彼此鼓励一下 速度可以更快吗 当然不行 就这样子 维持这个速度 对 好 协力脚踏车 协力脚踏车的话呢 长辈也可以做 对 这个就会很简单 例如说我一样在点餐 然后我没有站着 我是躺在沙发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跟你有朋友一起 脚先抵好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踩 这就很简单 躺在沙发就可以做了 它练的是核心跟骨盆不动 骨盆要正 对 骨盆要正 肚子围护 然后下肢交替一下 否则说骨盆一位移的话 它可能核心就刨掉了 对 但我看教练他做得非常的顺手 就需要练习吗 没错 平常你一天大概可以建议练多少次 我们一煮的话通常会建议刷这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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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